《魔道祖师》 作者莫香同性 第十八章 夜奔二 从来只有旁人问他该怎么办 而如今却是他自己问自己该怎么办 而且没有人能给他回答 忽然魏无羡的脖子后方微微一通 似乎被一根极细的针扎了一下 周身一马 他方才心神恍惚失去了警惕 这感觉传来之后好一阵才知不妙 可人已经不由自主地歪在了地上 先开始还能举起手臂 可很快地连手臂也摔在了地上 全身都动弹不得 温情红着眼眶缓缓地收回右手道 对不起 原本以他的实力 绝技是刺不中魏无羡的 可方才魏无羡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防备 这才被他冷不防地得了手 得手之后 温情将他扶在了一旁的榻上 让他躺下 这一针扎得是文准狠 扎得魏无羡脑子里也稍稍冷静了一些 侯杰上下翻滚了一阵开口道 你这是做什么 温情和温宁对视一眼 一起站在他的身前 对着他郑重其事地行了一个大礼 见此情景 魏无羡心中生起一股狂躁的不安道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你们究竟想要干什么 刚刚你醒来的时候 我们正好在商量 现在已经商量的差不多了 你们在商量什么呀 别废话 把针拔了 放开我 温宁缓缓地从地上站起 仍是低着头道 姐姐和我商量好了 去精灵台请罪 请罪 什么请罪 你们打算赴金请罪 投案自首 温情揉了揉眼睛 神色看似平静地道 差不多 你躺着的这几天 蓝灵金氏派人来乱葬 刚下喊话了 喊什么话 一次说个清楚 说是要你给个交代 这个交代 必须是交出温室余孽的两名为首者 尤其是鬼将军 我警告你 你赶紧把这根针拔下来 温室余孽的为首者 也就是我们了 听他们的意思 只要你把我们交出去 这事就暂且放过了 那就麻烦你 再好好的躺几天 这根针扎在你身上 三天后 效用就会消退 我已经叮嘱过四叔他们 会好好照看你的 如果这三天里 有什么突发情况 你他妈给我闭嘴 现在已经够暖了 你们两个还想干什么 请个狗屁的嘴啊 我让你们这么做了吗 你给我拔下来 温室和温宁垂手站着 他们的沉默如出一辙 魏无羡的身体无力 奋力挣扎无果 又没有人听他的话 一颗心也突然无力了 他吼也吼不动了 哑着嗓子道 你们去精灵台干什么 那个恶祖 根本不是我下的 那个恶祖是谁下的 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穷其道那一百多个人 确实是安宁杀的 可是 可是 可是什么 他自己都想不出可是什么 想不出来用什么理由来推辞 想不出用什么借口去推脱 可是要去也该我去 总是杀人的是我 温宁只不过是我的一把刀 拿刀的人是我 温宁 咱们都清楚 我们去 这事就完了 他们最想要的是姓温的凶手 魏无羡看着温秦 忽然爆发出了一声无意义的怒吼 他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江城总对他做的一些事情 流露出极度愤怒的情绪 为什么总是骂他有英雄病 又为什么总恨不得暴走他一顿打醒他 因为这种看着旁人 非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来 非要自己去承担糟糕的后果 劝都劝不住的感觉 实在是可恨至极 可恶至极 魏无羡道 你们究竟懂不懂啊 去金陵台请罪 你们两个 尤其是温宁会是什么下场吗 你 你不是最心疼你这个弟弟的吗 什么下场我们知道 这都是他应得的 不不不 这不是的 这根本不是温宁应得的 而是他魏无羡应得的 温情道 算起来 我们早该死了 这一年多的日子 算是我们赚的 温宁也点了点头 他总是这样 旁人说什么他都点头 表示附和绝不反对 魏无羡从来没有如此痛恨过他这个动作 他的这份温顺 温情在踏边蹲下来 看着他的脸 忽然伸出手在魏无羡的额头上弹了一下 这一弹十分的用力 痛得魏无羡眉头一皱 见状 温情的心情似乎好了很多刀 话都交代清楚了 也道别过了 那再见了 这话我对你说了很多次 不过说再多次也是不够的 对不起 还有 谢谢你 魏无羡 足足躺了三天 温情的计算确实没错 整整三天 不多一刻也不少一刻 三天一过 他便能动弹自如 先是手指 再是四肢 脖子 等到全身几乎僵硬的血液重新流动起来之后 魏无羡从台阶上一跃而起 冲出了扶摩殿 那温家的人们这三天似乎也并未合眼 沉默地坐在那间大棚子里 围着桌子坐着 魏无羡看都没看他们一眼 一路狂奔冲下了乱葬缸 一口气冲下山之后 他站在荒野之中 弯腰双手撑住膝盖 喘着粗气 好容易才直起腰来 然而看着杂草丛生的数条山路 却不知道要往哪走 乱葬缸 他刚刚从上面下来 莲花雾 他已经一年多没回去了 金灵台 三天过去 此时再去 能看到的只怕是温情的尸体 和温宁的骨灰了 他愣愣地站着 忽觉天地之大 竟无一处可去 不知道要做什么 猛的 一个可怕的念头 在他心底油然而生 这个念头三天之中 被他反复地否决过 但还是反复地出现着 挥之不去 温宁和温情自己走了 也许其实他心底 对此事庆幸的 因为这样 他就不必为难 应该怎么做选择了 因为他们已经帮他做了 已经解决了这个麻烦 魏无线 揚手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低声对自己吼道 你想什么 脸上火辣辣的 终于把这可怕的念头给压了下去 转而改想 无论如何 好歹要把温氏姐弟二人的尸体骨灰给拿回来 于是他终究还是朝着精灵台的方向奔去 魏无羡若是无声无息地潜入一个地方并不难 精灵台很安静 竟然没有想象中的重重把守 四下搜索了半天 也并无觉得可疑之处 鬼使神差地魏无羡往精灵台后的请殿走去 像一个幽灵一样 魏无羡在精灵台后方的请殿群中游荡着 见人就躲无人就走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该怎么找 但是当一阵婴儿的哭声传来时 他的脚步一僵 心中有个声音催促着他的身躯朝着声源之处走去 哭声是从一间厅堂样的建筑中传来的 魏无羡无声无息地潜到门口 从雕搂着精致花纹的木窗缝隙间往里望去 堂中置着一具黑沉沉的棺木 棺木之前跪坐着两个白衣女子 左边那个女子身形磊弱 这个背影她绝对不会认错 从小到大 她被这个背影的主人背过无数次 这是江雁离 江雁离跪坐在一只蒲团上 愣愣地盯着面前那具黑得发亮的棺木 婴儿似乎就在她的怀抱里 还发出了细细的哭声 右边那名女子低声道 阿黎啊 你别坐了 去休息休息吧 江雁离摇了摇头 听声音 右边的这个女子 是金子轩的母亲金夫人 魏无羡小的时候 曾见过她带着尚且年幼的金子轩 来到莲花雾玩 后来也在各种宴会场面上 与之打过照面 金夫人 同她的好友于夫人一样 性子颇为相似 十分的好强 声调总是扬得高高的 可刚才她那几句话 声音却是又低又哑 显得十分苍老 金夫人又道 这里我守着就好了 你不要再坐下去了 会受不住的 江雁离轻轻地道 母亲 我没事的 我就想再坐一会儿 半想 金夫人缓缓地站了起来道 哎 你这样不行啊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来 金夫人应该也是在这儿跪坐了很久 腿脚发麻 站起来后身体微微晃了晃 却立刻稳住了 转过来 果然是那张轮廓有些刚硬的女子面容 魏无羡记忆中的金夫人 雷厉风行神情傲慢 周身贵气 金光闪闪 容貌保养得极好 瞧着十分年轻 说是二十如许 或许也有人会信 而此时此刻 魏无羡看到的 却是一个一身高速 染病双滑的普通中年女子 没了心情化妆 脸色灰白 嘴唇上更是起了一层死皮 她走过来欲推门而出 魏无羡立刻闪身 足底清点 刚刚游出走廊的斗口 金夫人正好迈了出来 反手将门关上 目光冷然地吸了口气 调整了一下面部的肌肉 似乎想做出 如同往常一般的威严表情 可是 这口气还没吸完 她的眼眶先红了 方才在江彦黎的面前 她还在掩饰磊弱之态 可一出门 她的嘴角便垮了下来 五官皱缩 整个人都哆嗦了起来 这是魏无羡第二次在一个女人的脸上 看到这种难看至极 又伤心欲绝的模样 她真的不想再看到这样的表情了 魏无羡无意间握了握拳 谁知 止鼓恰好发出 咔嗒一声脆响 闻声 金夫人立刻长眉倒树 喝道 谁 她这一抬头 就看到了钱藏在斗拱旁的魏无羡 金夫人眼神极好 看清了藏在黑暗中的那张面容 脸上好一阵扭曲 尖叫道 来人 都给我来人 韦英来了 她前进精灵台了 魏无羡跃下长廊 忽然听得一声急促的脚步 那间厅堂的门被人撞开 她不由地落荒而逃 这个时候 她根本不敢去看江彦离 哪怕一个表情 也更不敢听她对自己说一句话 逃离精灵台 退出了兰陵城之后 魏无羡又失去了方向 开始稀里糊涂地乱走 神志不清 一刻不停地走过了不知道多少城 忽然 她看到了一堆人聚集在一堵城墙前面 议论纷纷 气氛热烈 显得群情激愤 魏英原本是无视这些人的 可走过去的时候 忽然听到人群中 传来嘀嘀的鬼将军三个字 她顿时顿足 细细地聆听 这鬼将军也真是凶残 说是来请罪 可突然又发狂 在精灵台上 当场就杀了三十多个人 还有呀 幸好我当天没去 不愧是魏无羡调教出来的狗 贱人就咬 我说这魏英也真是的 控制不住就不要瞎练 练出来一条疯狗 也不拿链子拴拴好 迟早有一天会遭到反噬 照这个趋势啊 我看他一天也不远喽 魏无羡静静地听着 指节微微地抽搐 哎呀 我说这蓝铃精寺 真是倒霉呀 这姑祖蓝氏才倒霉了 杀的那三十个人里面啊 大半是他们家的 明明他们只是来助阵平息四端的嘛 好了好了 好在终于鬼将军被焚了 不然有这么一个东西成天在外面晃 还时不时的发一通风 这真是觉都睡不安稳咯 推 温狗啊 就是该这个下场 鬼将军都被烧成沙了 这下魏无羡总知道厉害了吧 我听说好些准备去参加这次世事大会的家主都放话了 嘿嘿 痛快 魏无羡越听 面上的神情越是冷漠 他早该明白如此 无论他做什么 这群人的嘴里永远不会有半句好话 他得意 旁人畏惧 他失意 旁人快意 横竖都是邪魔外道 那他一直以来坚持的 究竟算是什么呀 只不过 他眼神中的寒意越是彻骨 心头那一把狂怒的热火 就烧得越旺 是啊 痛快 他今后 若是老老实实缩在那个破缸上 夹着尾巴做人也罢 要是他敢出来露面 嘿嘿 只要他一出来 老子就 就怎么样 正议论的热火朝天的人们闻声一针 奇奇的回头 只见一个面色苍白 眼下晕着双道乌黑的黑衣青年 正站在他们的身后 冷冷的道 只要他敢出来 你就怎么样 眼尖的人看出来 此人腰间那管竖着鲜红碎子的笛子 当时大惊失色脱口而出 陈情是陈情 怡灵老祖 魏无羡 真的出来了 刹那间 人群以魏无羡为原心 空出了一大片地 朝四下逃窜开来 魏无羡吹了一声尖锐凄厉的口哨 这些人呼觉身体一沉 尽数地趴在了地上 战战兢兢地回头一看 发觉所有的人 包括自己的背后 都沉甸甸地压上了数只 形态不一 口锤鲜血的英灵 在一地东倒西歪 动弹不得的人群之中 魏无羡不虚不及地穿行着 边走边到 怎么了 方才在背后谈论 我不是很嚣张吗 怎么到了我的面前 又是五体投地的 另外一副嘴脸了 他走到刚才那个 言语最克毒的人身旁 猛地踩上了他的脸 哈哈笑道 说呀 怎么不说了 侠士 你究竟想要把我怎么样啊 那个人被他踢得 鼻鼓断裂 鼻血狂飙 惨叫不止 庶民修士在城墙上方观望 想帮忙 又不敢上前 远远的隔空喊话道 魏 魏英 你若真有本事 你怎么不去找 世事大会的那帮 大家族 大家族们啊 跑来欺负我们这些 手无之力的低阶修士 你算什么本事 魏无羡又是一声短哨吹出 那几名喊话的修士 兔爵一只手猛地拽了一把 从城墙上方跌落 摔断了双腿 大声嚎叫起来 在哀嚎声声中 魏无羡面不改色的道 低阶修士 是因为低阶修士 我就必须要容忍你们吗 既然敢说 就要敢承担后果 既然知道自己是微不足道 剑如楼椅的砸碎 怎么就不懂管好自己的嘴 众人面如死灰 静若寒蝉 半想魏无羡没有再听到 一句闲言碎语 满意的道 很好 就该是这样嘛 我有没有本事 你们也配评论 血溅满地 无人不站立色变 魏无羡低头将削底的血迹 在地上碾了眼 碾出几个血淋淋的足影 端详了一阵淡淡的道 不过你们这些杂碎 倒是说对了一件事 跟你们这种人浪费时间 真没有什么意思 让我去找几大家族是吧 好啊 我这就去 跟他们好好清算 他一抬头 看见城墙上贴的那张巨大告示 方才这群人是围着这张告示在讨论 告示最上方写的是 试诗大会四个字 内容是 蓝陵金氏 清河涅氏 云梦江氏 姑苏兰氏为首的四大家族 要在骑山温氏 被废弃的先府不叶天的废墟之上 将温氏余孽的骨灰飞洒 同时试诗 与占据乱葬纲的遗陵老祖 誓不两立 请不吝点赞订阅